我就是贪图你末尾集团的 你投诉气话了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如果你不是末尾集团的 你以为我李夏希会看出我的事不安 所以才故意忙 你是末尾集团的千金 来试探我的老人 是个时候这么脆弱 夏希 你还是我爱的那个李夏希吗 你还是我爱的那个江一斌吗 你就仅仅跟我说个一个谎言吧 悲伤是五月灵星的雨点 总在凌晨时分蔓延 我试着抹去对你的思念 看得平淡一点 也许会好受险 苦苦的奢望到永远 爱情只是场梦言 只是还会记得我曾经爱你不顾一切 苦苦的奢望到永远 爱情只是场梦言 等到惊喜恍然发现 心是停摆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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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苦的奢望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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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只是场梦言 等到惊喜恍然发现 心是停摆的重点 你爸爸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爸已经不在了 一米不在家 有什么事儿 你自己跟她联系吧 没关系 我就是想趁一米不在家的时候 来跟许姐见个面 跟我见面 为什么 感谢许姐把一米养大 我马上要去外地了 所以来跟您告个别 你要走了 你这人挺奇怪的啊 原来的时候我让你离开 你死活不肯 一定要留在一米旁边 现在 现在我已经允许你们俩 随便地见面了 你却要走了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是不是江天昊威胁你 其实 是一米拜托我离开的 你看 这个孩子比我还懂事儿 当然 是您教育的好 一米 居然这么说 我来 就不拜托您照顾好一米了 那都是废话 你一直对她挺好的 那你要去哪儿啊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怎么可以不担心呢 毕竟你现在是一米的亲生母亲 你去哪儿当然告诉我了 比如说你在那里吃得饱 穿得暖吗 我在公司工作了二十几年 我积累了不少的工作经验 也攒了一些钱 无论我以后到什么地方工作 还是做点什么小生意的 我都有能力 做口仰化好我自己 那好吧 那你到哪儿 到时打个电话来 保护平安 一米啊 帮我送送她吧 一米啊 你一定要好好的 健健康康的 好好听妈妈的话 好好生活 你也是 但是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我会的 好了 我该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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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找我有什么事 想要继续听我解释吗 看来效果不错呀 我来找你 就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 我律师事务所在哪 还有开业的日子 你觉得 我连这些都不知道的话 我还能睡安稳觉吗 你调查我 怎么说得那么难听啊 说得我跟一个跟踪狂似的 这也差不多吧 咱们现在已经离婚了 就是不相干的人 你为什么要关心我在哪 在哪工作呢 那你的意思 我们就应该形同陌路是吗 我就是想跟你形同陌路 所以才急着离婚的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你不会觉得委屈吗 欺骗你三年的人是我 该委屈的人不是你才对吗 我没有觉得委屈啊 表面看上去你好像对我挺狠的 可是实际上 你一直对自己更狠 其实你不用紧张啊 我没有想跟你复婚的意思 我只是想要对你李夏夕 加深一些了解 不过这个不是 一个丈夫想要对妻子的那种了解 而是我江一斌 想要了解你李夏夕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了解我呢 我们俩已经离婚了 你现在就应该把我给忘了 然后再找一个更加合适你的女人 你这么做会让我觉得很愧疚 你没有必要愧疚啊 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 不能做夫妻可以做朋友 一个朋友这么对你 你有什么好愧疚的呢 我们真的还能做朋友吗 当然可以啊 做错事的人是我 谎言拆穿之后逃走的人也是我 你还想跟我这样的人做朋友吗 想啊 我想跟你做没有负担的朋友 你不用紧张 我没有要追求你的意思 你只要放轻松的生活 做你真实的自己就好 那我这个叫江一斌的朋友呢 也可能时不时地会关心你一下 关照你一下 真的只是朋友吗 真的 不过有一点 你也必须按照对待朋友的方式 去对待我 因为你曾经对我造成过精神损害 我才是受害者 你必须要按照我的意思来赔偿我 这是你教我的 你好 我要定一个五个人的包间 今天晚上五点到九点 可以的 请稍等 嗯 你跟江一斌出去怎么没精打采的回来了 我看你啊 是败下阵了 我真是搞不懂他了 之前他说要跟我干净利索的分手 现在又来找我辩解 做自我检讨 还说什么 要跟我做没有负担的朋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江一斌果然手段高明 我看你啊 甘拜下风吧 可是他费尽心思做这些 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你不是很辛苦吗 或许他是看你辛苦 想替你分担一些吧 我辛不辛苦是我的事 我才不让他帮我分担呢 我倒觉得你没有必要想这么多 他说的或许是真心话呢 再说了 男女之间又不是只能做恋人或者夫妻 做朋友也是可以的 可是 他怎么这么快就对我的情况那么了解啊 是啊 他怎么那么神通广大呢 爸 你快过来吃饭了 不是跟你说过了 别给我送饭了嘛 这么热的天 没事 爸 你快吃 好 好 筷子 好好 米饭 你呢 我不吃 看着你 吃过来 好 热吧 爸 你吃菜 好吃吗 好 家宇啊 你和东旭结婚之前 爸爸对你态度这么恶劣 你不会记恨吧 爸 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事了 那时候我爸爸误会你了 说你是不是什么第三种了 你怎么都不辩解一下呢 这种东西哥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醒了 哦 只要东西满意你就知足了 爸 你误会我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毕竟是这种事情 不过既然是误会就有成亲的那天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家人 委屈你了 爸 你不要这样说 你要是再这样说 就是不把我当一家人 那我才委屈呢 好 好 好 哦 对了 嗯 这个你拿着 这是我的工资和养老保险基金存折 不要有压力 不是什么巨款 为什么给我这个 你呢是我们家的女主人 你逼我细心 钱交给你管正合适 女主人 我也不知道能在这干多久 反正能赚多少钱都会存进去的 爸 谢谢你 没多少 没事 爸 你快吃 好好好 这是海山集团的大少爷送来的 看来是快要结婚了 太不公平了 富二代跟富二代结婚啊 太浪体资源了 太浪体资源了 杨护士 你找我 这画是有人来送你的 送我的 这个孙哲是海山集团的大少爷吧 江医生 你是不是快要和他结婚了 不许她 你不是 世界上的 都想要去 我 看得竟然在更多 吗 不劳而活 可这种幸运 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得到 而佳医生你 从小就是幸运人之一 却还把自己的身世隐瞒起来 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但在别人眼里看来 这就是一个富家子弟 把底层百姓耍着玩的恶作剧 我知道 所以我连辩解的资格都没有 正经 你就是连辩解的资格都没有 那么你现在有什么办法 摆脱眼下的困局呢 让我来告诉你 那就是老老实实地做好本事工作 既然没有资格去辩解 那你为什么要努力去辩解呢 刷出一副小媳妇受气的样子 给谁看 可是我 你又不是人民币 怎么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你 既然做错了 那就堂堂正正地去承担错误 脚踏实际地往前走 正所谓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句话 也许 等时间长了 别人反而更容易看清你的为人 多谢你的忠告 不过 我也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人不应该只为自己活 什么 你在美国待太久 可能不了解这里的人情重要 同事与同事之间的关系 就像亲人一样 是要靠感情来维系的 被我寄托了感情的人 现在对我爱理不理 我又怎么可能做到熟视无睹呢 你的意思是说 我缺乏人情味了 算是 你刚才说的那番话 简直就是在我伤口上撒咽 这点 不会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吧 可是 我怎么记得 姜医生曾经说过 我是你见过最有人情味 最优秀的一生 难道 是我做了个梦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 可能 怎么忽然叫我们到这儿来吃饭 李医生 我们现在都在饭桌上 还不打算晾底牌给我们看呢 对啊 你就别再卖关子了 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了 别急嘛 再等一下就好了 姜医生 过来坐吧 你们猜得没错 你们猜得没错 我今天特意安排 姜医生跟大家吃饭 如果你们不吃这顿饭 就是不给我面子 姜医生 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 不用憋着 对不起 是我骗了大家 以前 我是为了和大家相处融洽 才撒了谎 却没有站在你们的立场上 为你们考虑 都是我的不对 是我的错 但不管怎么样 不管我是什么样的身份 我还是那个姜医山 现在 从前 将来 展示在你们面前的 都是最真实的姜医山 请你们原谅我 好吗 在看什么 你在做什么 我在做我们这个月的账 东旭哥 爸他超夸张的 每个月连五百块钱都花不了 是吗 你看 他每个月雷打不动地 只取五百块钱 我猜 把连公交车都补舍着做 他这样做 会不会太辛苦啊 我看 是他习惯了吧 是 累了一天不赶紧睡觉 就在屋里边陪老婆 跑出来这儿干嘛 我有话跟你说 什么事 我今天看见夏希 跟姜义斌一起吃饭了 真的 那 他们看起来怎么样 就是很正常地吃一顿饭 也看不出复合的可能性大不大 爸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姜义斌在跟夏希离婚了以后来找过我 他说离婚是夏希提出来的 他觉得结婚这么多年 夏希一直被对很沉重的包袱 他想帮夏希把这个包袱卸下来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夏希卸下心里的包袱 他愿意跟夏希重新开始 夏希的脾气怎么去 我怕他会爱着姜义斌他父母的面子 就这么死杠下去 姜义斌还说 不管夏希的包袱什么时候卸下来 他都愿意等 他还叫我爸爸 都离了婚了 还叫爸爸 原来你是因为夏希有可能复合 最近心情才这么好啊 但愿吧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但总也是一丝希望吧 那你呢 你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有什么情况 你当初 不就是因为你姐姐 才跟家园结婚的吗 爸 知道的还不少嘛 那当然我什么人 但这件事情你错了 我当初啊 不完全是因为夏希 才跟家园结婚的 我是把所有事情想好之后 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再说 我去哪里去找像家园这么爱我 对我这么好的人呢 我现在真的很幸福 算你小子聪明 你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睡觉去了 爸 你也早点休息吧 你为什么不杀他呢 你眼睹都能看着杀我呢 东旭哥 你胳膊疼啊 我帮你揉揉 我要你躺下来 如果我数到三 你不躺下来 我手就收回去了 一 二 一声 杀得可以 情不自禁 要对你发发脾气 我们的爱情 不在乎风雨 谁叫我这模样的爱你 爱你 早上好 顺道到你这儿来喝杯咖啡 周晏的咖啡真不错 现在已经上班了 你可以走了 我今天不上班的 我要去商场逛逛 你现在心情好多了吗 还好 劳你费心了 夏希你来了 你的咖啡 好 帮我放到办公室去吧 你们不聊聊吗 进了律所 怎么着有三客户啊 我也要走了 周晏 你的咖啡真不错 特别棒 你现在就走了吗 对啊 对了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一般女人会喜欢男人 给她买什么样的衣服 不用给我买了 你就知道我一定是给你买吗 我是要到新店里去寻寻店 所以一个大男人进到女装店里面 是不是应该有一点借口啊 你说 我要是跟他们说 我要给我女朋友买一个小马的裙子 让他们给参谋参谋 你觉得可以这么说吗 他们一定觉得你是个好男朋友 十个男人里面有九个都不知道自己女朋友 穿多大马的裙子呢 是吗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跟他们说 我给我女朋友买外套 好了 不打扰你们了 拜拜 你也太敏感了吧 一斌其实就是想跟你做朋友 你这样弄得反而很尴尬 一鸣 妈 我刚发现书房里 还有下戏的东西 待会儿你把它送过去吧 如果你不知道他家里的地址的话 可以送到律师所 妈 这是为什么呀 既然要走 就走得彻彻底底 有点东西 让人看得挺不湿滋味的 家里的事情该解决的 都应该解决 妈 爸 你在说什么呀 好了 我有事先出席他 我希望回来的时候 你把他的东西都拿走吧 喂 哥 是我 一鸣呢 一鸣呢 你怎么在这儿 一鸣出去办事了 他让我帮你看行李 可是他说了在这儿等我的呀 开门吧 我帮你把行李送进去 别想那么多了 你就把我当搬家公司的人 不就可以了吗 开门吧 过得挺惬意的嘛 你已经帮一鸣完成了任务 可以回去了 一起吃个饭吧 不用了 家里还有剩饭 那就更好啊 在你家吃吧 只够我一个人吃的 那多简单点事 你在哪儿 再做点不就完了吗 我来做 这个点我回家的话 路上最起码得 塞两个小时吧 我到家可就饿死了 那你想吃什么 我这儿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那这个楼后面 不是有条小路 可以到我们那天 去喝汤那个地方吗 我们去喝汤吧 你好 还跟以前一样 两份力汤 好的 咱们俩真是 好久没来这个地方了 你也不先折腾啊 来外面吃饭 这人还真是怪 以前咱们俩经常来这家 来得多了 每次 再闻到这个汤的味道 都会觉得饭腻 而现在 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反而我觉得 有一种想念的味道 我也没想来 是你硬拖着我来的 你现在很会犯腻啊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还以为 这家会有我们俩 共同的美好回忆呢 小夕啊 你现在脑子里面 那些不好的回忆 是不是已经完全淹没掉了 那些美好的回忆 是 你待在家里是不是闲着没事干了 出什么事了 你把大家伙都给叫回来啊 我今天把大家叫回来 我今天把大家叫回来 准备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跟姜天昊离婚 啊 不是你 你当着这么多孩子的面 你 瞎说什么呀你 妈 你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要离婚了 对啊 这件事我考虑了很久 我觉得 一鸣啊 那个下西的东西 你都给她拿走了吗 行李 说你 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接下来 我应该过我自己的生活 够 你发什么神经啊 你不嫌丢脸吗 你们看看 这就是姜天昊 对我的态度 我已经忍了几十年 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 他都是我发疯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这就是没有爱情的婚姻 当初我跟你爸 是因为双方家族的利益而结婚的 结婚不久就有了你们 所以我把自己的情感 都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现在 你们都长大了 一鸣呢 跟家里闹矛盾去了美国 一山呢 忙得几个月都见不上一面 总是陪伴我的一鸣 后来发现 竟然不是 后来 家里来了夏夕 我已成相待 打开心扉 居然发现 她也骗了我 夏夕走了以后 我自己思考了好久 我为什么不断地对人失望 不断地依托于别人呢 原来 我是在一个不懂得爱的情况下 嫁给了你爸 完全生活在没有爱的环境里 现在 你们三个都长大了 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目标 我觉得 我应该离开 去寻找 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你们不要觉得我是开玩笑 其实这些 我是深思熟虑的 所以你们不用劝我 我已经决定了 我已经决定了 江天好 这个 就是我们的离婚协议书 你好好看看 给你一定时间考虑考虑 如果你觉得没有一意的话 马上通知我 我们去把离婚办了 你又要去你 你怎么也要去 我们的离婚 我们的离婚 你怎么想要去 我去找到是 我去找到离婚了 你去找到离婚了 你去找到离婚了 你妈是认真的 我又不去住五星级酒店度假 你跟我去干吗 那你一个人出去我多不放心啊 你妈是谁啊 是个很有独立能力的人 你放心吧啊 到时你自己乖乖地保重好自己 那 那你总得告诉我你去哪儿吧 我还能去啊 就是去酒店住咯 你一个人住酒店多不安全啊 要不你去江燕阿姨家住吧 江燕家有大志 妈过去多不方便啊 据我所知 大志说不在家 孙大志 知道回来了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孙大志 你终于 靳秀 你怎么来了 你电话也不打一个来 这还把行李拿过来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离家出走了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所以我就过来了 离家出走 为什么啊 我要跟江天豪离婚 离婚 你疯了吗你 我又不想住在家里 又不想住酒店 我听说大志不在 对 所以就过来陪你了 我知道 想住我这儿 是吧 你不知道 我真是太压抑了 如果我住在这里 我们可以尽情来聊天 吃饭 喝酒 不用顾及任何时间 什么老公啊 孩子可以都不管了 打住打住 先别畅想 好吗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啊 你们先大志什么时候回来 你不用管他 十天半个月没事 太好了 那就我一直在这里住 住到大志回来为止 我现在知道 老公靠不住 孩子也靠不住 周语闺蜜最靠得住 你还是没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 好了 我现在饿死了 快快 给我弄给吃的了 你先擦擦饭 我 我先弄给你吃的 东旭 你怎么知道这里的呀 这里弄得这么好 也不叫亲弟弟来参观一下 没有 还没有稳定呢 我本来想把它弄得比较有规模一点 再叫你来参观的 已经很好了 你精神也很好 气色看上去也不错 现在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 也用不着看人家脸色生活 为什么不能开心一点呢 对了 前几天 我经过这里的时候 见到江一斌了 我跟他没什么 你紧张什么 我又没说什么 我只是跟你说我见到他了 我们俩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还是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吧 对了 中秋节快到了 回家吃饭吧 我这样去 好吗 你就别想爸爸了 就替妈妈着想吧 你离开家这么久了 中秋节回家跟大家吃个饭 给妈妈上粥香 而且 我也很想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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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在你自己的房间吗 你跑我这儿来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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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地说说悄悄话 今天我们就像上中学这样 好不好 好好聊聊 来吧 宝贝 江一啊 你知道吗 现在啊 我真是太开心了 这件事正常人想过的日子 奇怪了 我为什么不早点醒悟 把自己从牢笼中解救出来呢 想明白了 可以睡觉了吧 我怎么会睡得着呢 我现在是 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 全生套战这种兴奋感 难道孙大志离开我 也那么高兴吗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终算脱掉了 董事长 夫人的这顶帽子 我感觉轻松了好多 一个人 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 过自己的生活 那才是最开心的 哎哟 哎哟 嘟嘟朗朗的说要过自己的生活 自私 你知道吗 我整个就是 重生了 成功 成功 你这儿 你这儿在想睡觉 还是想蹦击啊 我告诉你啊 想蹦击到阳台上去 睡觉 睡觉 哦 哦 探 睡觉 痒 !? 澳 你 睡觉 没事 咖 是姐姐吗 他们如果知道你来了的话 一定开心死了 快进去吧 我帮你拿 你看我这记性 我都忘了自我介绍了 我叫孙嘉远 是东旭哥的老婆 我们进去吧 他们知道你来了 已经开心死了 我回来了 回来了 东旭哥 你猜谁来了 小夕你来了 小夕你买辣椒了没有 来了 来了 你还好吧 站着干嘛 坐 对啊 姐姐买了好多东西呢 我来我来我来 姐姐拿拖鞋 爱你不是淡淡几句 无法说清三夜两雨 两个人在一起 哪怕是坏天气 都能够开开心心多余 傻的可以 傻的可以 你却总是有故意让我生气 我们的爱情有些小风雨 我也会感觉那么甜蜜 傻的可以 傻的可以 情不自禁 都对你发发脾气 我们的爱情 不在乎风雨 谁叫我这么样的爱你 爱你 我们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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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